來看到美國舊金山灣區 佛麗蒙奇音中心書法班 繼百度書屋 再次聯合舉辦書法展 共展出一百多幅 包括鑽 麗 曹 凱行等書法作品 其中還有多幅突破傳統形式的創新佳作 兩百多位貴賓陸續抵達時事基金會 往裡頭走 馬上看到牆上掛著許多書法作品 像是高中生鄭家恩的立書作品 王嘉寧的凱書作品 總共超過一百幅 佛麗蒙奇音中心書法班 與百度書屋 聯合舉辦奇少書運丁友新春書法展 開幕式上包括舊金山藝術學會會長王海英 華美文會會長阮生燕 以及資深中國美術史專家張子寧 紛紛致詞讚揚學員們的優秀表現 唸書法是一個很好的修身養性的方法 我看了我覺得內容非常的豐富 當然說是以書法為主 也有幾位朋友畫畫 甚至於有把書法跟畫結合在一起 有一點這種創新的味道 那麼從內容來講呢 這個篆 立 行凱 個體 兼備 中國書法的功能至少有四種 一就是宗教的祭祀方面用的 二最重要在古代最重要就是實用的書寫 第三是什麼 把它當藝術來表現 作為一種藝術 第四呢 有沒有人去想到戲末好玩啊 這次書法展除了有 鑽 立 草 凱 行 不同書體 臨摹作品 更有多幅突破傳統形式 創新作品 佛麗蒙起因中心書法班 指導老師陳淑貞表示 希望透過展覽讓學員有明確目標 提高學習效率 受邀出席的加州眾議員朱桿生 最後也致贈賀壯給陳淑貞老師 感謝他多年來為學員的付出 臺灣紅電視黃本出 美國聖河熙 採訪報導 謝謝